请蔡局长 蔡局长请 我想今天这个询询还是回到国安局好了 我很早 我请问一下 是 张副局长跟林副局长是军职出来的还是文官出来出来 张副局长是军职退以后出来的 林副局长是文职的 他是警察大学毕业 张副局长是哪个军职退以后 是中正理工 他是学电脑 他是电脑 是 那后面你这边有八个处长 有几个是军职下来的 没有军职下来都是在职的 不是 以前干军职转任的 没有 没有 是局里面没有 那现在看起来这个国安局的这个重要的幕僚 大概都是文官了 一半一半 好像一半一半 君子跟文职二比一 君子跟文职二比一 君子有二比一 对 那将来的趋势呢 是慢慢慢慢都转为文职吗 会 不是 我们现在 基本上 这个薛仙在的时候 他就 这个创立了一套制度 我是觉得这套制度 对安全级的长久来讲是好的 也就是我们希望能够维持三分之一的 比如讲君子三分之一 文职三分之一 那中间 比如讲 这个40% 是可以做一个弹性调整 我觉得不是在玩平衡游戏 你就是现在要思考 对 我这个体制 是走君子好 还是文职好 好 你要走文职 那君子的优点怎么去弥补 比如说效率的 服从性的 纪律的 这个优点怎么样能留住 文职的优点呢 是将来怎么样能够久任一职 能够建立专业 对不对 是 这个调来调去 分这个系统 分派系 分这个出身背景 这不是一件好事啊 我要给你报告 你知道薛剧长当初这样做 开始的时候 你这边接着做 是这样 二比一 一比 三比一 我是问 在你手上怎么建立一个长远的这个国安体系 我是导贼的 就现在的状况来讲 金文职的病例是比较符合国安局现在的发展 因为国安局是单一的 如果我把所有的都是文职的 因为老化的现象会相当的严重 那我现在有一部分金职来最起码维持它的年轻化 这个是有用的 这个是有用的 所以我导认为就我们 因为国安局到底应该走文职走金职 其实我们研究很久 在丁仙在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一个专业 那你现在说 因为把它年轻化做 把这些人回认到军中 这些人回认到军中 军中的专业也有问题啊 对不对 少数一两个说到这边来历练一下 回去干高高阶的可以 但是中阶干部他回到军中他干什么呢 其实只要到安全级大概很少回认的 除非犯错了 对啊对啊 除非犯错了 那你这个老化的现象还是一样 但是因为金职比安啊 他在老化上校他可能四十几岁就要退的 那你就是你自己缺少一个文职的退场机制嘛 对啊 对不对 其实委员我刚才也报告 其实我们现在的全国的文官体系是一体化 其实并不适合完全适合安全局 所以我也一直在强调 是不是应该来专门来这个考虑 所以我当初我在push你搞这个所谓 特性条例里面有很多 就是说这个法治 我跟你讲军公教那个一体的标准 不见得适合每个机关 对 你们不要脑筋里面先 就说哎呀我这个就是受限于那个 那是媒体的用词啊 国安体系何等重要啊 对不对 那你今天削足势力 去适应那一个 那有问题的 我不认同你现在的想法 就是说德国且过过了一阵子 投过了夏美凡的老鼠会有这棒子交给下一个老鼠 我就是啊 我要其实就我来讲我上台我就强调我一个使命感就怎么样让安全局的体制在我这个工作三十多年的身上可以让他设立一套符合国安局机制的原始制度 但是我现在好像这个肉中又冷掉了 事实上我们今天还开了几个研讨会 今天的研讨会都不开了 就是说你这个体制当然何去何从 那国防部他也有抱怨 以前在这里边一大堆中将却在你这边嘛 对不对 现在国军也在精简 所以这个问题你要配合就是说怎么去思考 就是说包含你的训练体制 禁用体制 退场机制 专业人才的纪律 这个伦理观念 对不对 这个东西应该做在你手上 你是这个体系里面三十多年的人 你不做谁做啊 我弄个空降干部来做他做得了吗 我也很努力去 但是我现在在跟这个政府部门沟通的时候 每一项都遭遇到很大的瓶颈 因为每一项大家都认为 我好像要扩钱 要扩权要扩人 事实上我经常谈到 给安全局现在的体制 让我们自己来调整 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你也知道这个 因为只有我们一个唯一的情报体系 所以现在在建构这个制度 是遭遇到很多的困难 我记得人家美国的国安体制的首长 权力大得很的 连总统都听他的 对 你的手段到哪去了 不是啦 我可能魄力不足了 第二个 这个反贪腐 也是当前中华民国最重要的一个机制 我觉得去请一些一般讲座来讲讲时事 那课程那个没有意义 真的 你应该请金融体系的 哪怕是陈志忠都可以请来当教官的 怎么洗钱的 弄清楚吧 以前开锁的不是找小偷来帮忙吗 对不对 所以你们这个东西 今天不是说什么蓝绿的问题 你既然讲强调专业啊 其实我们这个反贪腐的专业 我觉得尝试都不够 一玩到国际游戏了 只有那些金融家会搞 我们一般的检调 一般的这个群制单位 对这个还不是 你想那个艾格蒙 居然来了一个 来一个讯息 我们这边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局长这方面要不要加强 你编了这么多训练经费 我也看过 有些课叫做时事报道 来叮叮啊 那个 那真的不值得 你应该有规划 长远的规划 我今天请这些人 请银行家也好 请什么也好 理专也好 慢慢慢慢慢慢 你熟悉 你才能做这些事情 其实我们现在慢慢朝向与专业化 就是说我们也请了很多民间的好手来 上比较公关的 你不是看他的名序 像这种东西 初级班的 常识课 然后比较专业一点的 再专业一点的 而不是说这个教授 刚刚你念的那名单 我知道那些大牌 我都很清楚 我都认识啊 那只是来给你 Open the door 先讲一下一些这个当前实事的分析 那个没有意义 能听说书都比他精彩啊 我是觉得这个 你的教育部门 应该有一个长远的规划 而且听完了 局长还要请他们做点心得报告 要不然在那里打瞌睡 在课堂里面讨论的是什么风华雪月 那根本这种教育训练是没有效果的 对不对 是 那你应该测试考评 有 跟这个一起来嘛 要不然的话 大家跑到一毛一样 我们先跟我们军人上举光日一样 那你混了 对不对 是 这个前编的就没有意思了 是 是